我现在在我新加坡租的这个房子里面 我说实话 这个头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开 也不知道从哪说起 我现在在我身边的房子里面 这就是我的鸡 看 前午饭就是他 在干嘛一会儿 就是我导航是从那边 然后往这边124 可是我刚才坐的124 他从那就乖乖乖乖乖 乖到那里面去 然后我自己从那里面走 那个124后我也是过来的 经历了10年 真的差不多就是10年左右的时间 我是研究生毕业的时候 就非常的想要继续再上学的 到现在我研究生毕业度 已经差不多快10年了 天呐 总之就是大概1314年的时候 我就开始在申请学校 然后想要读书 21年的时候 我周围的很多比我还要大的 或者是跟我同龄的人 都觉得整个人状态非常的浮躁 还是想去上学 然后就毅然决然的去上学了 所以就也给我更大的勇气 我自己想要坚持追求这个梦想 我曾经确实非常长的一段时间认为 这件事不可能再实现了 真的不可能了 我已经从20多岁熬到了36岁 第二轮本命年了 就不可能了 我自己已经放弃了 但是行为上我还是没有放弃 就是一边在努力着 一边在放弃着 就躺平嘛 当时所以也是搬到乡下去 就想说 就这样 所以当它实现的时候 有一种非常不真实的感受 我真是变成了一个学生 就是这个签证下来了以后 学校的学费我交完了以后 都还是觉得说特别不真实 到现在仍然还是会觉得不是很真实 如果你想问我为什么35度的地方 你还要戴着绒线帽 That's a good question 因为如果我不戴绒线帽的话 我怎么办是这样子 Anyways 我知道就是大家肯定会有一万个问题 但是我想了很久 我真的是不知道从何说起 所以我觉得呢 就请大家把想让我说出来的 想让我拍的 以后想让我多拍一点 多说一点什么样的内容 千万千万的在评论和弹幕里面告诉我好吗 我会根据你们更感兴趣的这个方向 去拍视频 去拍播客 是的没错 播客也终于可以恢复更新了 目前觉得就短视频的话真的还好 因为短视频拍起来说实话 我的原素材可能就五分钟 一个小时粗简精简字幕特效 所有的后期可以全部做完 所以短视频的这一个投入的话 最多最多每天花一个小时就可以做一个出来 但是长视频就不一样就这期长视频 我真的是弄了真的好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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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长视频它需要的精力还有后期要投入的时间 都会比短视频要多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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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 希望你们不要介意 我可能在短视频平台上面同步的会先更新一些 那后期我也会像之前那样子把那些短的集合在一起 给它弄成一个长一点的视频发到B站 OK 那我就先说三个估计是大家会最关心的问题 第一个猫呢猫呢 猫没有人啊 我吓死了 我前两天在那个小植物的软件上面 说你猫是不是丢给法国人了 又被猫翻到 我怎么可能把我的猫丢给任何人呢 我的猫现在是在周大姐家跟元宝幸福快乐的生活 元宝这个变态 咪咪在睡觉 然后元宝突然就突然睡着睡着就 就在这 咪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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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好猫偏 咪咪 没关系 别生气 言宝 我怕你以后打咪咪 我觉得还是不能 只让咪咪一个人吃 其实刚开始我就挺担心的 刚开始我们就是先把元宝 借到了我家 就是我乡下的那一个别墅的家里 就想让他们两个先适应一下 因为别墅的房子够大 所以让他们两个隔离开来的话 我觉得是操作难度非常的低 结果刚开始几天 他们俩打得真的超级凶 不要打架啊 元宝 里面 里面 元宝 元宝 删开 删删删 删删 删 删删删删就打架超级可怕 而且咪咪被打出来了一个倒霸 所以我当时就非常担心 觉得说咪咪跟元宝如果合不来的话 我还得再想其他的办法 但是我真的不想 周大姐说我唯一唯一会特别放心 把咪咪叫给她暂时去帮我 照顾一下的这样子的一个人选 好在也非常的奇怪 就三天以后吧 他们两个扎扎实实打了三天 然后忽然之间就变成了最好的哥儿们 元宝天天追着咪咪的皮眼去舔的那一招 万幸啊万幸 她跟元宝相处的非常的好 还有一个时机特别好的是 当时周大姐就是决定结束合租这件事情 选择自己一个人住 她是自由职业者嘛 所以她现在就有了一个非常温馨的 一室一厅的小房子 然后有两只猫 这样照顾起来也会稍微方便一点 我有给周大姐给这个寄养费 大家不要担心 我不会说啊就直接说啊你帮我看一下猫 然后就这样 就肯定不会这样 就希望大家放心 然后周大姐呢 她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温柔 非常细心 非常比我要爱小动物 爱很多的 这样子的一个完美的 诶怎么开始 那天彩虹屁 诶吹彩虹屁 天 反正她就在照顾动物的这方面的话 我找不出来比她更适合的人选 也不是说咪咪就这样送给她 她想要呢 她想的美啊 我不会送的 只是新加坡这边如果你要带宠物入境 从中国带来的宠物的话 她是需要180天的血情报告 为这次留个月 我因为这个offer啊 包括就是所有的这些材料方面的东西 其实我真的没有想到她能通过 所以这种事情呢 我就没有办法提前的去做 我必须得等到说 我自己的日程稳定了以后 才能去操作咪咪的事 所以这中间的这一个空档期 就是要等她血情报告的这一段时间 先在周大姐家 她现在也生活的非常的好 第二个问题 我现在是在上沙学 我现在呢是在读第二个硕士 我之前的硕士是教育基础学 现在的硕士是另外一个专业 我为什么要隐瞒呢 第一我不是名校对吧 要是我考上的是排名第一第二的名校 我可能会隐瞒吗 不可能不可能 我大概会拍185个视频 详尽翻来覆去的一直讲 之所以隐瞒是因为学校并没有多么的优秀 第二个呢就是 我还是为我自己的人身安全考虑 这样说我不知道是不是比较合适 但是因为互联网上的疯人很多 我不希望透露太多的个人的信息 又会有一些人身安全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就是我走之前在干嘛 这个我觉得应该不会有人关心 但是就我自己想提一提吧 我走之前的那一个礼拜 其实非常非常的混乱 我的生活里面有很多非常非常艰难的事情 所以我是真的特别的感激 我生命里的女性朋友们 在北京的阿靠 她专门从北京跑到上海 然后就是阿靠我还有周大姐 我们三个人度过了一个星期的时间 哎呀 你个 爱外婆 你这个 然后我们在这种地方 我只要一举起相机 你情绪就没有了 然后这边就变成了一只木鸡 刚才你们那说的话呢 表情呢 北京人开始说 牛奶榴莲牛沙包 牛奶榴莲 再试一次 牛奶榴莲牛奶榴饺包 是算霸零吗 这 徐师傅开车 带我来天文館 周大姐终于睡醒了 那要理良心吗 我现在已经非常想念他们两个了 他们两个当时就是各种陪我安慰我 照顾我 好 那这期视频先到这里结束 如果你们有什么想闷的 或者想看的 不要忘了在评论 或者弹幕里面告诉我哟 那我们就很快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你们能够一直陪着我 也希望我能够陪得到你们 那我们就下次视频见 拜拜 爱你们哟 美妻 tare tes 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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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